哈喽,又见面了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路情感姐姐 我们之前啊,说了很多关于婆媳之间的话题 那我们也知道啊,这婆媳关系呢 是大多数婚姻生活里啊,无法避开的一种关系 而且呢,在家庭中啊,是一直处于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 绝大部分的婆媳呢,都是不太和谐的状态 婆媳之间有问题,闹矛盾或者是关系呢 越来越僵的有很多 很多的媳妇和婆婆呢,也都会吐槽彼此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两个人就是水火不相容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婆媳关系到底该如何相处吧 首先第一个啊,婆婆与时俱进 婆婆和媳妇呢,毕竟呢,是两个年代的人 每个人生长的这个年代以及社会背景 社会的发展都会影响着每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以及各方面的这个看法 作为婆婆呢,应该学会与时俱进 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现在流行的是什么 或许呢,不一定要全部了如指掌啊 但一定要学会去接受以及了解 然后呢,在和媳妇呢,交流的时候呢 也会有共同的话题 第二个,媳妇呢,对婆婆保持礼貌 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女生啊 在和婆婆相处的时候呢 都不太会注意这所谓的礼节 也许呢,是现在更开放啊 会觉得呢,把婆婆当亲妈一样对待会更好 当然像孝睡自己妈妈一样孝睡婆婆的话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在这之外 也要知道和婆婆呢,保持礼貌 说到底呢,毕竟不是亲妈 可以包容自己的一切 对婆婆而言呢,更需要的是尊重和感激 第三个 婆婆呢,不过于多干预媳妇啊 除了婆婆呢,要与时俱进的 去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之外呢 尽量的融入他们之外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不要过分的去干预年轻人的生活 比如啊,生活作息这方面啊 老年人呢,基本上呢 都是习惯早睡早起的这个生活习惯 但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呢 这个熬夜呢,也是经常的事情 可以适当的说一句 但是呢,不要一直的给他们强调 要给予理解和包容 第四个 儿媳多体谅婆婆 既然呢,成为了一家人 而且呢,以后婆婆的生活 基本上呢,也会由媳妇呢,来操劳 那么不妨呢,就开始多体谅和 关爱一些婆婆的日常生活 多和婆婆呢,聊聊天 但要多听少说话 婆婆可能呢,会和你回忆过去的日子 说起来没完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认真的听着 也表达着对婆婆的尊重 然后呢,自己平时多关心一下婆婆 买东西呢,也记得给婆婆都带上啊 好的婆媳关系呢,一定是两个人都会去做出改变 才会得到进步的 所以,你们都学会了吗? 好了,今天的小鹿情感姐姐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